中文字幕——YK 格里芬的单场最高分是47分,格里芬去年夏天与快船队签下了一份5年1.73亿美金的超级合同,随后在2017-18赛季中期被交易到了活塞队,就在格里芬与快船队签下顶星合同的去年夏天,克里斯保罗被交易到了火箭队,这,这,雷迪克则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加盟了76人队, 并签下了一份一年2300亿美金的肥员,今年夏天,德安德烈乔丹也选择了跳出合同,加盟了对他心已已久的独行侠队,就这样,2016-17赛季那支,在西湖市长风云的快船队土崩瓦解, 而本赛季,这四位的表现都非常出色,甚至可以用敬业来形容,小乔丹赛季至今场均能够贡献17.0分,是2.7篮板,2.3盖茅,投篮命中率高达70%, 雷迪克场均能够贡献21.8分38篮板3.0助攻,平均每场比赛能够以43.6%本命中率,投中4.3G3分球, 保罗场均能够贡献23.5分,6.0篮板8.0助攻,平均每场能够以46.2%本命中率,投中3G3分球, 格里芬则场均能够贡献36.3分11.3篮板5.7助攻,场均能够以61.1%的命中,率投中3.7G3分球, 值得一截的是,格里芬现在的场均得分高居联盟第一, 7日快船队的这四位主力表现如此出色,很难想象假如他们还没有解体会是怎样一般景象, 当年那只快船队缺乏足够的运气,不断的遭遇伤病的侵袭, 无论是保罗还是格里芬,都在近后赛的关键阶段遭遇过伤病, 并且直接导致球队最终被淘汰出局,当时的快船队并不缺乏天赋, 攻防两端也都非常均衡,但就是无法从西部突围, 如今,快船队的核心领袖,已经变成了托拜亚斯·哈里斯·达尼罗·加里纳利, 和路易斯·威廉·莲姆斯,现在的快船队天赋并不能与当年相起并论, 就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的上限。